今晚报名在A缆的成绩突出 共取得四面戒职 上显名率超过五成 来到贵宗 姚本辉马房开始上历 尤其四歲馬的表現出眾 今晚又贏極速騎兵 剛剛星期日的賽事 潘頓很威風 布民失色一點 因為好像不太幸運 又跌了下來 不過今晚又不同 今晚到布民的成績很好 又不見了潘頓 不過原來澳洲新年 都橫跨幾個賽事日的可能 剛剛星期日 就打算澳洲騎士 應該可以贏很多場 賈傑美尼 結果就像你所說 潘頓一個人搞定了六場 布民沒甚麼成績 那天可能一跌了馬 心情或影響都未能 但這些大師傅 今天真是還原他的本色 今天都恢復得很快 當然其實昨天他也有試襲 今天你看到他走上來 那些步驢都不像那天 沒有刺一刺 手上的馬有實力 等如潘頓而已 上個星期三身體不適 退下火線 星期四早上一早就已經租馬了 你說身體不適可以恢復多快 運動員比較厲害 真是奇妙 是夜馬來的 早上一早上一早 幾個小時 已經甚麼事都沒有了 看看今班艾道娜 明早會不會很早見面 今晚跑一下艾道娜 都身體不適 見不見面還不知道 只不過就可以跑射人 他可能聽見你彈他那場 回到來軟手軟腳 沒得彈身體不適 原來可能身體那時已經有些不妥 頭暈 剛才說到報紋 原來報紋在阿蘭的成績都相當不錯 除了今晚上名率高之外 原來上季至今都 上名率差不多有一半 五成 燈神今晚阿蘭的成績不太好 燈神消失了 去到第八場挽回一點點 但整體都不是那麼好 今晚大致上 賠率其實是挺好分的 可能有些賽事 但其實賽前都看 很多場都很平均的實力 賠率最冷的可能是二十多倍 已經整場最冷的匹 所以看看今晚的國場頭馬 成績表現 剛才也提過一下 報紋贏四場 其實田泰安成績都挺好的 有時判頓好田泰安又不一定好 但報紋今晚好 田泰安也贏了兩場 今晚看到沒有判頓分 今晚的頭馬 至於馬房方面 方家柏也贏了馬 希斯厲害 希斯贏得很有心得 連那隻人和家興都可以上名 馬的表現都挺出人而表 有些轉風 馬房 上次贏的是麒麟 現在浸了很久 看看今晚A難賽事的走位圖 其實入直路走中蕩的馬 中蝶的馬比較好 走外蝶也有 最裡面都有 不過似乎今晚你說放頭 就不是特別好 因為好像都沒有哪隻放頭贏 守好位或跟著放頭馬都還可以 但帶頭一隻就一般 看到了 裡面就有兩圈 中間就六圈 走開邊後追上來 一圈而已 可能傳統棋蘭 傳統棋蘭都是不理方 那好吧 事不宜遲 先看頭牆 因為頭牆已經跑牆長途了 52200米 好了 起步的時候 都出得挺齊 比較主動走出來 才看到有美滿星雲 然後內側還有黃金風速 跟著橙橙頂色衣服的 赤子紅心都走上去 內蘭惠治灰馬就是喜悅一生 再後一些現在在三碟 就是落足了 慢慢走過來 在後面斜鑽條衣服 就是鑽石複杖 再後一些的馬 內蘭惠治綠燈 跟著開邊大燈殿 這裏又慘了 他走了出去三碟 在內側就有郭大俠 再後一些就生生福運 尾椅位置的那一匹是全彩 在尾那一匹就是這個博愛之光 你也知道 跑到湖谷2200米 轉最多彎 人人都好像拍到車 兩隻兩隻一對這樣跑 最慘的那隻就是大燈殿 只有他現在在三碟望空 前面就是美滿星雲 帶來一個多馬位 跟著第二位就是赤子紅心 隔了幾個馬位之後 才見到黃金風速 大燈殿你也看到了 報民都看著看著內側的螞蟻 都是不要走三碟 拖著拖著拖著 拖著拖著後一點 就不用落單了 再數一下 跟著現在就是 看看赤子紅心 隔了兩個多馬位之後 就是那隻黃金風速 跟著那一對就是喜悅一生 和樂足鳥 然後鑽石福掌 內蘭位置就見到綠燈 跟著紅色三是郭大俠 然後尾四位置就生生福運 尾三就是大燈殿 後面那一對就是傳財 和博愛之光 其實這次序真的沒有大改變 起步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一次序 不過開始見到 快來快來轉彎的時候 那隻黃金風速 就不讓前面兩隻馬放離那麼遠 開始收窄了 跟前面一對馬的距離 內側那隻喜悅一生 在這裡大力騎 也在這裡大力騎 還有在這裡落足料 拖出去的馬 看到郭大俠也走三碟 一直拖出去 差不多轉正入直路的時候 赤子洪心已經越過了美滿星雲 在這裡出頭先 看看有甚麼馬追他 先上來追他 追近一點就是黃金風速 在跑道中擋 還有一隻鑽石複漲 開邊還有郭大俠也在追 差不多到終點的時候 黃金風速在這裡 越過了赤子洪心 開邊郭大俠上來就追不過他 結果黃金風速贏了 他很聰明 起步一二檔碰了碰 黃金風速今場不自己走 他又聰明 真的 是啊 先回來就不到 上次就是自己走 走快一點點 回來就不到 所以今天轉一轉 有馬帶對 判頓上來帶頭 美滿星雲 美滿星雲 他一直是中距離馬 但中距離的速度 他帶不到 因為他有點偏急 現在是觸摸他的速度 所以早段他自己也走得不是慢 因為跑一跑 赤子洪心都可以放在他後面 其實是拉鬆了 他有點厚 他不是中距離的速度 所以一進直路就已經沒有了 他自己一隻走得快了 黃金風速跑得很漂亮 當然不跟他走 不過初初看頭場 報民這樣也放不到 還以為報民今晚的成績 會不會比預期差一點 今晚中間拿一堆 中間幾場好 頭尾也不好 來到這裡才開始 叫做放到二碟 有遮擋 但這個位置落足了 其實沒有上次那麼洩 反而沒有上次跑得那麼好 他是不是要放前一點 他不斷的回來 你看看他又不斷的 他這樣撐著撐著回來 其實他又維持住的位置 他又不是退的 但是他又不追 那這碗可能要放回前一點 再放回前一點 可能他也沒什麼爆發力 可能要中斷走上來 入直路已經要在頭一二位 那些可能跑得好一點 可能是轉最後一個彎前 他已經要拍到上來 你上次你看看他好像回到來就退 其實他又頂住了第二 他可能好像你進到直路 那二百好像到五六位 他是一隻 我看是挺好氣涼的 但反而鑽石複杖 似乎不可以這樣跟得那麼前 他每次跑得好 都是留住在直路的風 早用了回來通常都不行 馬的性格都是麻煩一點 整身汗 又有汗之後又有樹尾 左望右望 不過郭大俠這裡有點耐閃 田泰安 修正再打 最後又有些靠過去 不停不可以了 又收 回來輸一點點 看看第二名張照片 郭大俠都是先到線 赤子龍心 還有一個第三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是14秒13 第二段23秒32 第三段24秒71 第四段25秒72 第五段25秒15 末段25秒76 總時間兩分18秒79 蘇惠賢今年都五班王 好像贏了七八場五班 好像很多五班 綠燈和黃金風速 2000字都輪出贏 上次黃金風速的票是多一點 綠燈的眼鏡全部都掉了 但今晚綠燈跑得一般 不要緊 馬房有另一隻贏 黃金風速贏 看到再有些進步 其實這些馬刀的分 其實減到很低很低 根本再減都沒意思 減到18分 五班落到這些低分 馬刀都能夠交代 五班今季真的很少年節 對 贏完就算國大俠 去之前都不是連接 都要隔 國大俠那些隔 你又不知怎樣 余康銘 又連窩 余康銘通常都隔 但你很難把他把握到 他何時隔回來的那一刻 整體來說五班就很少年節馬 很少 所以這隻又是第一次贏 其實五班這些賽事整天都很多 九秒九的贏 幾場都要隔一隔 都要隔一隔 那些這麼聰明都要隔 所以這隻可能等下一次 等他隔了才再處理 我們 扭贏 沒錯 好 看完頭場了 我們看第二場 第二場也繼續是五班 不過跑場短一點 千二 千二的節奏就快很多了 起步的時候 看到古龍精彩都相當快了 內南位置有超醒神都快 這個時候亦都見到上轎 慢慢在開邊走上去 然後又見到前鋒 接著有隻很積極的 就是他那隻日新月柱 其實起步不是很快 但這裏一直推上去 反正都已經三調 不如再推前一點 已經是擺到上去領先的位置 後少少見到藍色三粉紅眼罩 有這個謙謙君子 在那裏則就是前鋒 超醒神的馬 再後一點一碟 看到有內南位置飛到海船 蒲俠超德這場起步不是太慢 現在大概都是尾五左右 再後一點的馬 就有駿神 然後就有一個杭州飛輪 然後尾以為置是百威星 在那一匹就是人無家勝 看看前面 日新月柱在這裏就帶入直路 上到第二位就是上轎 在開邊就是謙謙君子 蒲俠超德都很積極 這裏就大力騎下去了 轉正入直路那一刻 你看看似乎哪隻的勢最好 以為蒲俠超德 因為這裏騎上來已經過了上轎 誰知道王卓在後 說開邊還有那些駿神 還有飛到海船 在中間打上來 還有一隻仁和嘉誠 過了這個時候 結果駿神就壓線贏了 仁和嘉誠是排第二的 駿神贏也不是很出奇 可以這樣全程走三碟 幾乎一半路程亡空的贏 我覺得有點意外 我以為他要找遮擋的馬 當然他沒有以前那麼重口 但他也不是一隻很乖巧的馬 但今天其實三碟四碟 他也有一點遮擋 但走廠下也沒有遮擋 大家跑好車 這裏他自己跑出來了 這裏差不多三碟四碟 真的有點意外 他本來補了星期日 跑泥地 現在沒得跑 不要緊 贏了就行了 不用跑了 謙本君子是頑皮的回來 不過又沒有驗到甚麼 全程走了 今天呂健威出四碟 全部沒有 那些表現很頑皮 簡直是進了直路就散了 你看剛才駿神 在彎裡也打側頭 好像不是很順利 這場真的很厲害 可以這樣看空來贏 有些意外 我初來看完這場 因為這場是第二場 就想到外面的場地爽多了 怎料其實又不是 你想想 這些低班這樣掩上來贏 以為是場地之造 再跑下去又不是 那些走中碟的馬都走得不錯 看看頭馬章上了 那駿神到先 人和嘉誠也跑得很好 這場都在後面追上來 看分段時間 頭段23月78 第二段23秒正 末段24秒07 總時間1分10秒85 現在看回人和嘉誠 人和嘉興 兩次冷戰 挺厲害的 今天 說回何宅堯 不是這個呂健威 上一次有一輪 不是說他這些成績 是沉了一些東西 剛剛是何宅堯那時停賽 那一輪 現在何宅堯受傷 他好像有 馬房的運動 和何宅堯 好像同上同落 真的 心有靈犀得那麼厲害 照計不會 譬如這些 準備了跑今日錯市的馬 已經是在戰前 已經要準備了 上次威武覺醒 出那晚 就出四隻兩邊兩桿 威威到時 我經常都在這裡 肯住肯住 應該贏了 三邊的馬 應該 今晚同樣出四隻 那些都是贏的馬 來選閹君子 威武覺醒 現在是屁都沒有 不是屁都沒有 劇勁都不緊 其實入直路已經沒有走勢 威武覺醒的 直路根本不太衝 用巨星跟著這麼漂亮的位置 一步都沒有 馬好像上落又那麼大 突然間 會等那麼久吧 何宅堯好像要幾個星期 至少四個星期 四個星期很快過 其實 現在我們這樣跑晚都很快 快到了 那一陣子很喜歡他 前四場 原來 隔了兩個月沒有贏馬 你都不經過 真是 所以很快 這場是五班賽事 不過任何嘉誠 突然跑好那麼多 不過直路他的姜誠 都鬆鬆地回來 都被小組問一下他 如果不是可能再近一點 好了 看完兩場五班賽事 我們先休息一會